好 但来看到这是外号超级美洲式的空军EC-25直升机呢 在今天举行了成军典礼 马英九总统是首度以三军统帅身份 战上了卡伊迪拉克里车 亲自来教育空军三架EC-25的救难直升机 而除了这个地面上隆重的典礼之外 来看到空军各型的主力战机 以及雷虎小组就合力在松山基地上空 演出精彩的空中分裂式 也成了全场焦点 飞机持续加速 准备进入第六项操炎科目八字转弯 高速飞升180度甩尾机转弯 X-8C海鸥直升机也能耍特技 看似简单的经理动作 可得靠驾驶稳定机身的技术 空军全兵力 翔鸥操炎 X-8C使出浑身解数抢镜头 因为空军救难第一把交易的位置 从现在开始要换眼做做看 虽然外形有点像 但尺寸硬是比X-8C大一号 国军耗资36亿 购入三架EC225救难直升机 外号超级美洲师 就是抵达代救者身旁后同时 大机身稳定性高 执行吊瓜任务完全无惧 抵抗乱流 救难救护装备一应俱全 EC225首度亮相成军 马总统亲自教约 上任五年首度以教约方式检视军力 马总统的第一次 献给专职救难的EC225 尽管是重申国军防灾救灾的重责大任 但在两岸无战事的情况下 就怕弟兄们忘了逞去墓地 究竟为何而战 主持人的朋友 我们这次开心教授台北采访不到